欢迎回来 确诊者的遗体到底有没有规定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 指挥官陈时中这两天都说 只要求24小时之内通报 没有规定说24小时之内要火化 引爆了家属的怒火 而今天新北市长何友宜 以往生者和家属情何以堪的说法 要求中央给个明确的指引 下午陈时中被问到了相关话题 他说遗体没有入冰柜 24小时之内火化没有做错 只是没有明显 因为传染病有疑虑 放到尸袋之后 就不可以再开启 态度微妙转变 再度引发讨论 将受人助患痛情绪越说越气愤 过往认为染疫死亡后 24小时内火化的流程 却因为指挥中心说 没有24小时火化的规定 引爆家属怒火 曾陪家属远远送亲人的新北市长 何友宜 以情何以堪四个字 要求中央说清楚 讲明白 24小时火化过程的话 省着来讲 又情何以堪 中央要优秀交代 并不是说24小时以内火化的人是错的 没有那是对的 因为我们希望他速度快 只是我们没有明显说是24小时以内 还是规定 在一开始的时候放入双层的丝带 关起来之后就避免再打开来 陈时中坦言遗体没入冰柜 24小时火化 没做错只是没明显 再度引发网友议论 直言指挥中心又发夹弯了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 一招目前北市冰柜量能 如果不尽速处理的确也有困难 市长每天烧30个人 这么多 家属根本看不到 也不会冰 我们也没有地方冰 地方处置量能有限 北市府决定将自行制作指引 规则8号就会出来 不等中央希望能同时兼顾疫情 和家属感受 记得台北众号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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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